由于博物馆讲解员对奥迪众位儿子的讲解 不太让恶作剧之神洛基开心 洛基愤怒的大闹博物馆就想找到自己的面具 父亲奥迪也给洛基下了通牒 要洛基必须马上找到面具减少混乱的发生 与此同时提姆的家里狗狗从河里叼回一个面具 不过提姆正在惆怅 因为妻子谭雅想要一个小孩 提姆却不想觉得小孩子太多麻烦 作为一个漫画家 提姆想等到事业有成的时候再生孩子 因为现在提姆混得实在是太差了 可是谭雅还是想要孩子 为了参加聚会 提姆戴上了狗狗拿回来的面具 当戴上面具的那一次 一切都开始失控 提姆拥有了超能力 可以任意变化 甚至身体速度都有了极大的提升 在聚会上大显才能 唱唱跳跳的得到了美女们的喜欢 回到家以后 都忘了取下面具 和妻子谭雅为爱鼓掌 谭雅也成功受孕 不过情况似乎有些不太正常 一觉醒来 提姆来到公司 不但公司同事很喜欢提姆 昨晚的表现 甚至老板都对提姆赞赏有加 给提姆升职 提姆知道了面具的好处 回到家疯狂的寻找 妻子也说出了自己怀孕的消息 可是看起来还是不太正常 直到九个月后 这个小婴儿出生 奥丁也知道了这个消息 要洛基立马找到 洛基在各种资料上 找着新出生小孩子的资料 希望快些找到面具 谭雅要出差一个星期 孩子需要提姆 一个人照顾 临别之时 谭雅还是不放心地 交代各种注意事项 可提姆怎么能照顾好小朋友呢 使出了浑身解数 还是不能让小朋友开心 洛基在各个家庭 寻找着小朋友的踪迹 可还是没有发现提姆小朋友 狗狗从地下刨出了面具 意外戴在脸上 于是也拥有了各种超能力 准备给小婴儿导弹 可小婴儿此时展现出了超能力 让提姆目瞪口呆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洛基的寻找还在进行 化妆成各种身份的洛基 直到此时还是一无所获 而为了争宠 狗狗和婴儿的大战 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只是戴面具的狗狗 明显打不过天生拥有超能力的小婴儿 正在为自己 儿子发愁的题目 转头又看到了自家的狗狗 也变得不正常 瞬间晕倒 看着小婴儿和狗狗的大战 提姆心中只有无限的酸楚 家里也被弄得一团糟 狗狗也终于被打了面具掉落 局面暂时安定下来 此时洛基也找到了提姆家 希望看到小婴儿 长势超能力的洛基 如愿看到自己想要找的人 为了让儿子正常 提姆不得不带儿子去医院看病 洛基也开着车一路跟随 在街道上 为了找到自己的面具 洛基对提姆穷追不舍 提姆抱着孩子 显得是那么的无助 眼看着洛基就已经把大手雷的弦拉开 小婴儿展现出了非凡的超能力 幻化出盾牌救了提姆 于是洛基使出了更为厉害的火球术 眼看提姆父子就要身遭不测 这时提姆被奥丁附身 要对洛基施以惩罚 收走了洛基的神力 洛基沦为凡人 虽然洛基是恶作剧之神 可是在搞怪的小婴儿面前 还是有些不够看 被搞得灰头土脸 带着小婴儿来到公司会议 提姆似乎还沉浸在刚才的大场面中 呆头呆脑一言不发 只能被保安嫁出去 很显然提姆被炒鱿鱼了 失魂落魄的提姆 只能给弹牙打电话 报了平安 也只能报喜不报忧了 失去工作的提姆 再也不用为边工作边照顾小婴儿发愁 开始细心的照顾自己的儿子 可是家里的狗狗又找到面具 戴上面具变身超能力狗 洛基趁着夜色 悄悄潜入提姆家里 搞一些恶作剧 在墙上写写画画准备施法 召唤出了奥丁 奥丁对于洛基还没有找到面具 十分的生气 洛基让奥丁看了小婴儿 还想要回自己的神力 以找到面具 于是奥丁给洛基一个小时时间的神力 重新拥有神力的洛基 开始各种整股提姆 要求拿回自己的面具 并且带走了小婴儿 要提姆一小时内找到面具 和自己在巷子里碰面 谭亚回到家 看到屋子里面一片乱糟糟 提姆也精神不正常 十分担心儿子的安危 提姆却清楚的知道 要找到自己的狗狗才能拿回面具 狗狗很贴心的把面具给了提姆 这个时候 洛基和小婴儿正在玩超能力大战的游戏 两人施展出了各种各样的超能力 提姆赶到交出面具 洛基却没交出小婴儿 可是狗狗扑上去 咬了洛基一口 洛基手一松 面具落到提姆的脸上 重新拥有超能力的提姆 和洛基展开角逐 在卷积台上 在街道里 两人打得难分难解 只能让小婴儿来选择 由小朋友决定胜负 关键时刻 小婴儿选择了提姆和谭亚 洛基的神力时间也到了 奥丁降临 准备杀了洛基 急于惩罚 提姆拿出面具 成功让洛基和奥丁父子和好 电影结尾 提姆也想出了好的动画创意 一家三口 美满幸福 这部电影结构十分简单 就是洛基面具丢失在寻找 面具的神力被不同人继承的故事 但是故事的内容十分搞笑和温馨 当主角提姆面对新工作时的忐忑 在家里苦苦装脑袋 想不出好创意的痛苦 还有照顾小婴儿时候的心态的崩溃 都让人感同身受 而结尾洛基和父亲和好的结局 也十分符合一部温情喜剧的逻辑 虽然现在看这些特技和故事有些单调 不过其中蕴含的温馨 还是不简单年的 这些特技和家里满